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为白俄罗斯第一公子 父子俩的生日都在八月份 却相差五十年 面对小儿子 铁汉一般的卢卡申科 也变得异常柔情 尼古拉喜欢射击 他就抽出时间 亲自教导 而且 为了提高儿子的积极性 卢卡申科还特意给他做了一把黄金的儿童手抽 收到礼物以后 尼古拉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平日里 他也总会把礼物带在身上 再穿上一身绿色的迷彩服 小家伙看起来就像个武将 尼古拉到了上学的年纪 卢卡申科满事不舍 于是 他干脆放下手头的工作 去给儿子当了一次陪读 看到尼古拉融入课堂 卢卡申科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事实上 他的偏爱还不止一次 参加摩托车比赛 卢卡申科抱着尼古拉一起上场 就连大选投票 他也会带着小儿子 时间一长 尼古拉反倒成了媒体比下的白鹅第一公子 背景 两个年长的哥哥都没有他这样的殊荣 更别说 哥哥们都是加琳娜的孩子 而尼古拉呢 他还是个私生子 谁没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 起码 卢卡申科有过 读中学的时候 学校突然来了个转校生 对方名叫加琳娜 是个教师子弟 被母亲严加管教的他 成绩好 长得也漂亮 所以 进入学校没多久 加琳娜就被推选为了各种节目的主持人 巧合的是 时常和他搭档的 正是卢卡申科 两个人虽然不在同一个年级 可却因为主持节目的缘故 常常待在一起 相处久了 卢卡申科就喜欢上了加琳娜 然而 被母亲禁止早恋的他 却没有接受卢卡申科 要不说 有遗憾 才更加念念不忘 在学校的时候 卢卡申科总会和其他女生 保持距离 假期 哪怕天降大雪 他也会以送笔记为理由 去找新上人 就这样 加琳娜成了卢卡申科的女朋友 一直到读大学 他们都是校友 这样的恋爱 甜蜜 也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到了大四的时候 卢卡申科突然求婚了 对此 他有些害羞地表示 我要去参军了 担心你会被人抢走 看着这样的卢卡申科 加琳娜满是甜蜜 随即就接受了他的求婚 婚礼很简单 两个人的脸上 却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1975年 加琳娜生下长子 长子五岁的时候 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 比谁 卢卡申科的工作越来越忙 家里全靠加琳娜一个人操持 面对孩子们的时候 加琳娜是子母 卢卡申科是严父 然而 随着二儿子日益长大 以往的幸福有了缺口 他的身体不太好 单靠加琳娜一个人 总有些忙不过来 最后 夫妻俩经过商量 决定让加琳娜带着孩子会老家生活 一来说 奶奶外婆可以帮忙照顾 二来说 回老家当教师的话 加琳娜的工作也相对轻松一些 彼时的卢卡申科也会趁着休息的时候 回家看望妻儿 然而 长时间的分居 交通联系也不算太便利 这就导致夫妻俩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 1994年 卢卡申科上位了 升级成为第一夫人的加琳娜 高兴之余也很担心自己 适应不了那样的生活 经过慎重的思考 加琳娜告诉卢卡申科 我会自己留在老家 你安心工作就好 或许 在加琳娜心里 只有不给丈夫添麻烦 就是对她最大的帮助吧 照顾老人 教育孩子 平日里 除了工作以外 加琳娜也会种菜 下地劳作 和其他第一夫人相比 她不够光鲜亮丽 但是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加琳娜感到很安心 更要紧的是 虽然和丈夫分开了 可两个孩子都被教育得很好 长子大学毕业以后 参军成了父亲的得力帮手 二儿子同样优秀 不过 大学毕业后的 她当起了商人 失业发展得也不错 这期间 两个孩子成加利业 各自有了孩子 谁曾想 50岁的时候 卢卡申科突然有了个三儿子 媒体爆料 说尼古拉的母亲 曾是卢卡申科的私人医生 而这位医生的哥哥 也是一位高官 不过 尼古拉出生以后 医生就被调到了其他岗位 每逢他过生日 医生也会送上祝福 提起尼古拉 加琳娜格外平和 他表示 自己能理解卢卡申科 也知道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很不容易 只能说 加琳娜是一位好母亲 也是一位称职的妻子 或许 也正是因为尼古拉缺少母亲的陪伴 所以 卢卡申科格外宠爱他 而尼古拉呢 他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爱 他成绩好 擅长各种体育运动 今年18岁的尼古拉 个子超过1.9米 长得玉树临风 出席活动 穿着一身西服的他 像极了年轻时候的卢卡申科 遇上缩小版的自己 也难怪卢卡申科变成了慈父 背景 当爷爷的年纪再次成为父亲 心里总会多一些柔情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是个非常有个性的领导人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出席国师活动时 大都会带着自己的妻子 卢卡申科是个例外 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时 小儿子尼古拉总是不离左右 尼古拉从4岁开始 就陪着父亲参加各种国师活动 他小小年纪便达到了人生巅峰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 和各国领导人之间近距离接触 他和许多国家领导人和过瘾 普京非常喜欢他 现如今 尼古拉18岁了 已经长成了一米九的帅小伙 身材颜值完全不输那些国际大牌明星 深邃而略带忧郁的眼神 完美的五官身材 像极了小说中的霸道总裁 他只要一出场 其他人全都沦为了陪衬 2008年 4岁的尼古拉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阅兵式 尼古拉眼神迷茫 穿着一身迷你版军装 军里有模有样 看上去又蒙又苦 当天 尼古拉身上带有一把黄金小手枪 这把小手枪并不是玩具 而是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气枪 卢卡申科对这个老来子非常宠爱 尼古拉和同名孩子们不同 他不喜欢玩具枪 喜欢真枪 平时不苟言笑的卢卡申科总是一连崇利 卢卡申科对记者说 尼古拉小时候特别黏他 别人给他喂饭 穿衣服都不行 必须他这个老父亲亲自上 他要出国访问时 尼古拉也离不开他 一定要跟他一起去 小儿子就像是他的尾巴一样 走哪儿跟哪儿 尼古拉四岁时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之后 经常跟父亲一起参加公众活动 2009年 卢卡申科带着五岁的尼古拉参加了哈雷摩托大游行 白到发光的尼古拉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一副乖宝宝模样 尼古拉从小跟在父亲身边 耳濡目染 对政治非常感兴趣 2010年卢卡申科第四次竞选总统 六岁的尼古拉好像一个小大人一样 陪着父亲到处拉选票 他为父亲投了一票 还一本正经地对父亲说 你应该为自己投上一票 尼古拉可爱又懂事 深受白俄罗斯民众欢迎 还被评为全国百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 频频带着儿子露面的卢卡申科 让人们看到了他柔情的一面 也收获了民众的好感 尼古拉在白俄罗斯深受民众喜爱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成了团宠 2012年 尼古拉随同父亲出访委内瑞拉 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 非常喜欢这个帅气的小家伙 还亲自给他系上扣子 尼古拉和父亲出访美国时 和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夫妇合了影 尼古拉看起来有些紧张 神情严肃 姿势也有点僵硬 这也在情理之中 尼古拉见过的世面再多 却终究还是个孩子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两国关系一直不错 两国领导人也经常会面 卢卡申科和普京见面时都会带着尼古拉 尼古拉二岁时就见到了大众男神普京 可以说是普京看着长大的 普京对尼古拉非常好 尼古拉也把普京当成了偶像 受普京的影响爱上了打冰球 尼古拉经常像小大人一样对父亲说 如果你想知道总统应该做什么 就应该看看普京 现如今尼古拉的个头已经超过了父亲 尼古拉五官精致帅气 360度无死角 身材也非常完美 乍一看 英俊帅气的尼古拉 怎么看都不像卢卡申科轻生的 但是翻翻卢卡申科年轻时的照片 又可以看出尼古拉绝对是卢卡申科亲生的 卢卡申科当年也是帅哥一枚 和尼古拉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真心希望尼古拉不要长残 希望他能逃过中年发福秃顶的命运 尼古拉经常陪父亲出席公众活动 再加上一张英俊帅气的脸 风头大大超过了两个哥哥 虽然在家中排行老三 媒体却称他为白俄罗斯第一公子 尼古拉多彩多艺 爱好广泛 他学习成绩很好 弹得一首好钢琴 酷爱运动 冰球水平也很高 梦想是加入特种部队 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样优秀又懂事的孩子 难怪卢卡申科会对他如此偏爱 尼古拉四岁就频频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很明显 卢卡申科在为儿子将来铺路